男人正在等红灯 隔壁小情侣却投来了鄙视的眼神 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 隔壁车上一个高贵的白人正在给黑人当司机 黑人被看得有些不自在 只好尴尬地转过了头 白人司机则霸气地伸出终止 给了他们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随后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然而没多久天就黑了 大雨中他们被警察蓝停了下来 警察让男人拿出证件 托你乖乖地配合 警察去连看都没看就让他下车 当发现后座上还有一个黑人 警察也让他立刻下车接受检查 我懂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载着他四处都疯了 因为你也是半个黑鬼 托你一个漂亮的勾拳放到了警察 接着托你就被关进了警局 就连黑人老板谢力也被关了进来 谢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 外面的警察连里都懒得理他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 你是黑人就是有罪 谢力想要打个电话 一个民事里的警察说 他确实有这个权利 胖子只好不耐烦地让他出来打电话 被打的警察还叫嚣着 赶紧找个好律师吧 结果谢力只是打了一个电话 随后警察全部都紧张了起来 接着两人就被无罪释放了 当得知谢力把电话打给了司法部部长 托你一脸的兴奋 没想到谢力还有这么大的本事 而谢力却感觉很是都人 因为袭锦儿请求司法部长出面帮忙 这会让他们更瞧不起黑人 接着两人因黑人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谢力气愤地走下了车 他宁愿在大雨中步行前进 托你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因为就在半个月前 他还是一个严重的种族歧视者 这天两个黑人到家里维修东西 期间妻子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饮料 等两个黑人离开之后 托你则嫌弃地拎起杯子兜进了垃圾桶 让他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他却跟黑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托你本来在一家也总会上班 在这里他不但能赚取小费 有时候还能捞到不错的外快和好处 这天一个土豪把帽子交给前台 并嘱咐他一定要好好保管 等土豪离开之后 托你就拿着小费找到了前台 等土豪发现帽子丢了大发雷霆 托你则会趁机躲到一边休息几分钟 等土豪完全冷静下来之后 托你则潇洒地把帽子扔到桌上 还声称自己已经惩罚了偷窃者 土豪对他十分地欣赏 不仅给他一笔不错的小费 还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托你主要负责夜总会的安保工作 场子里一旦有打架斗殴发声 托你会快速地走上前 先送给其中一个一拳 然后再抱起另一个直接扔到门外 如果对方敢不服气 托你能把他打得他妈都不认识 然而一张传单却打破了这一切 夜总会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装修升级 这就意味着托你要失业了 自己的工作停止了 但一大家子的开支并不会停止 他必须想办法尽快挣到钱 无事可做的他被拉去比赛吃汉堡 旁边人不停地加油打气 他只能强忍着难受往嘴里塞 随后顶着流圆的肚子回到了家 虽然赢得比较顺利 但这样的钱也不能天天挣 听说有个医生要招聘司机 托你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当进入房间后他静待了 这里简直就像是博物馆一般 各种精美的工艺品摆满了房间 接着一个穿着华丽的黑人走了出来 他坐在高高在上的椅子上 仿佛是一个土皇帝一般 黑人称自己叫谢里不是医生 是个音乐家 接下来要去南方巡演两个月 因为越往南黑人和白人的关系越紧张 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的司机加保镖 而托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听到需要伺候黑人两个月 托你当即表示干不了 起身就想离开这里 面对如此合适的人选 谢里极力地挽留 托你直接提出干也可以要加工资 不然的话你就去找别人 本以为这样谢里就会拒绝 没想到次日一早 他就把电话打到了家里 同意了托你提出的报酬 由于家里确实缺钱 托你只好把工作接了下来 出发前他们先支付了一半的工资 接下来他要保证每一场都能按时演出 否则他就拿不到剩余的另一半报酬 说完工作人员又交给了他一本绿皮书 这是当时黑人的安全出行指南 上面有明确地标出哪些酒店可以住 哪些饭店可以吃 当听说他要给黑人当司机 大九哥跟他打赌说 你肯定干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 告别孩子之后 妻子不舍地跟他拥抱 希望他能写信回家 并且在圣诞之前赶回来 妻子递给托你几个三明治 说是给他和谢里路上准备的 第一天两人互相瞧对方不顺眼 谢里嫌托你话太多又出烟 托你却感觉他管得太宽 不但没有把妻子准备的汉包给谢里 还在半楼下车撒尿的时候 把车上的钱包揣进了怀里 这分明就是对谢里的不信任 当晚休息的时候 托你发现 谢里的两个同伴在楼下欢声笑语 而谢里却独自一人在阳台喝闷酒 这让他第一次对谢里产生了好奇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黑人 次日准备演出的时候 谢里想邀请托你跟自己一起进场 因为会场上都是上流人士 希望他改一下满嘴脏话的毛病 很显然托你不愿意 那样还不如我在外面等着你 听到主持人对谢里的介绍 托你才第一次对他有了点了解 谢里不仅拥有心理学 音乐学 礼拜仪式艺术三重博士学位 在过去14个月的时间里 他还到白宫进行过两次演出 在听到谢里那优雅的琴声后 托你第一次录出了佩服之情 准备离开的时候 谢里发现托你正跪在地上跟司机赌钱 他告诉托你 如果你需要钱可以随时跟我说 托你却认为赌来得更有意义 谢里对他的做法很不满 为了一点零钱跪在地上赌博 就让你感觉自己是人生赢家吗 这晚给妻子写信的时候 他第一次提到了谢里博士 并夸他就像是天才一般 这天经过一处景点 门前摆放着很多漂亮的浴室 托你很想给妻子买上一块 奈何囊中羞涩 一低头他发现地上有一个掉的 于是他捡起来就放进了口袋 而这一幕被谢里的同伴看在了眼里 等托你买东西回来的时候 同伴已经把这事告诉了谢里 谢里希望他不要偷东西 如果真的想要 我可以付钱买给你 这让托你十分的生气 我明明是在地上捡的又不算透 可谢里却坚持让他放回去 都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托你只好气愤地把石头放了回去 第二站演出的时候 托你提前到台上检查钢琴 没想到不仅不是合同上写的试探为钢琴 就连请的上面也摆满了垃圾 托你找到工作人员理论 为什么没按合同准备试探为钢琴 工作人员却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这些黑鬼不管给他什么他都一样弹 托你哭吃一巴掌教他好好做人 接着谢里顺利弹上了试探为钢琴 看着他精彩表演 托你开心地摇头晃脑 仿佛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 赶往下一站的路上 在经过肯塔吉州的时候 托你突然异常地兴奋 他开心地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一边开车一边大口吃了起来 还说这绝对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口味 说着就拿起来非要谢里来一口 谢里说他从来不吃这东西 托你根本不信 黑人都喜欢吃炸鸡你怎么会不吃 说着就把一块鸡肉递了过去 要说别的托你可能不擅长 但劝人做事他绝对遗留 三言两语就把鸡肉忽悠到了谢里手里 谢里敲起兰花指轻轻地摇了一口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吃炸鸡 没想到竟然如此的美味 一会的功夫上面的鸡肉就被他看得精光 他问托你 这手里的骨头该怎么处理 只见托你快速地摇下窗户 骨头随手就飞了出去 谢里看后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把手里骨头扔到了路边 两人一时间开心地哈哈大笑 可当托你把饮料被扔出窗外 谢里瞬间就变了脸色 托你不得不又把饮料被捡了起来 这晚根据绿皮书 他们来到了一家破烂的汽车旅馆 托你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么破烂的地方怎么住人 谢里好像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晚上院子中几个黑人玩游戏缺人 希望谢里能够加入他们 谢里蜿蜒言拒绝了他们 黑人却不屑地说道 大家都是黑人你装什么高贵 另一人也随声附和地说道 我猜他是不想弄脏他的管家府 受白人的歧视他可以理解 没想到就连黑人也歧视他 难道不跟他们玩游戏就是有罪 想不通的他独自到酒吧买醉 结果却被几个白人流氓围了起来 不仅把他打得比青年种 还把他像牲口一样对待 好在同伴及时把托你找了过来 托你让他们赶紧放人 没想到对方却嚣张地掏出了一把小刀 托你慢慢地把手放到了后腰 几个流氓只是为了好玩 并不想因此闹出人命 所以赶紧把谢力还给了托你 托你生气地告诫谢力 以后没有我在身边你哪里都不要去 纵使醉成了这样被揍得满脸时伤 一旦坐到舞台上 谢力就恢复了他之前的模样 越往南走 种族歧视就越严重 黑人的地位就越低下 这天路上 引擎突然冒烟泡沫了 就在托你给引擎降温的时候 谢力西装革履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边上黑怒看到都停下了手里的火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居然有一个白人为黑人忙前忙后 谢力看到他们内心也久久无法平静 这晚的演出非常成功 中场休息的时候 谢力本打算上个卫生间 却被男人上前拦了下来 想上卫生间救去外面的小茅房 谢力看了看并不愿意 如果这样的话 我宁愿回到旅馆那里去 不过这来回需要最少半小时的时间 谢力只好坐车回了旅馆 回来之后 他依然跟这些白人有说有笑 这让托你十分地不理解 这帮白人如此地对他 他居然还能这么坦然跟他们交谈 这是谢力的同伴告诉托尼 谢力本来可以在北方被万人敬仰 拿着比这边演出高三倍的工资 但为了打破白人对黑人的偏见 他还是选择了来南方巡演 这让托尼对谢力又增加了一份尊重 再次给妻子写信的时候 谢力看到他满指的兔兔盖盖 简直就像是勒索性一般 于是谢力就帮托尼写了一封 当我想你时 我想起了爱和华中美丽的评语 我们之间的距离使我一直消沉 没有你的时光和旅程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与你相爱是我所做过的最轻松的事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在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都会深深地感觉到 这天两人经过一家服装店时 谢力看上了橱窗内的西服 托尼鼓励他喜欢就可以进去试一试 老板看到赶忙热情的招待 可当看到衣服被递到谢力手里后 老板的脸色立刻发生了变化 随后他把衣服从谢力的手里抢了过来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直接买下 但是如果想试穿的话绝对不可以 谢力瞬间明白了一切 展露一个标准的微笑之后 他快速地离开了服装店 托尼本想好好教训一下老板 想想还是算了吧 当晚谢力把不满的情绪 全部发泄到了钢琴里 他愤怒地狂按着上面的每一个键 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托尼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谢力因为找男朋友被抓了起来 对于这种事情 托尼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他通过贿赂两个警察 就轻松地把谢力弄了出来 也许是感觉兜人的事情被发现了 谢力不但没有感谢托尼 还指责他不该用钱贿赂警察 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前往下一站演出的时候 托尼在门口遇到了两个老朋友 看到他在为一个黑人服务 老朋友非常的惊讶 于是用一大地狱跟他聊了起来 如果你缺钱的话可以过来找我 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工作 因为谢力着急赶时间 托尼就跟好友约到了晚上八点 晚上托尼正准备去服约的时候 没想到谢力早已经站在了门口 原来他听得懂他们的语言 谢力以为托尼会去朋友纳工作 于是提出给他升职加薪 只希望他能够留下来 托尼却说 你给我的工资已经足够了 我下楼只是跟他们喝杯茶 听到这谢力感觉误会了托尼 于是赶忙给他道歉 托尼则一脸淡定地说 我在纽约的夜总会干一辈子了 我很清楚这个世界很复杂 至此之后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谢力也讲述了他的人生 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学钢琴 长大后本来学的是古典乐 因为白人不接受黑人演奏古典乐 后来他不得不又学习了流行乐曲 娱乐的妻子托尼告诉他 不管任何时候都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 这一刻两人仿佛成了相见恨晚的知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演出越来越顺利 车上两人也能不断开怀大笑 就连写信托尼都已经掌握了技巧 很快他们来到了演出的最后一站 负责任带他们七扰八拐之后 来到了一个兑满杂物的小房间 这就是谢力今晚的休息室和更衣间 谢力早已习惯了这种对待 他拿上衣服淡定地走进了房间 就在他换好衣服准备用餐的时候 却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提示他黑人不能在这里用餐 如果要吃东西的话 可以在菜单上点 等一下给您送到您休息的杂物间 这一次谢力没有像往常一样屈辱地接受 而是学会了反抗 他直接告诉负责任 要么我就在这里吃饭 要么今晚我就不上台表演 负责任把托尼叫到了一边 希望拿钱能收买他 让他说服谢力去别的地方吃饭 然后再回来表演 托尼气愤地一把将他推到了墙上 好在谢力及时赶了过来 如果他不参加最后一场演出 托尼将拿不到剩余的酬劳 他也不想让托尼为难 于是他把决定权交到了托尼的手中 托尼听后先使一愣 接着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相对于剩余的酬劳 这一刻他更关心的是好友的尊严 负责任一听却慌了神 可惜的是就算他连忙求饶也没有用 接着两人走进了一家黑人餐厅 西装革履的两人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在确定托尼并不是警察后 老板娘这才放下了心来 只是他很好奇 你一个黑人为何穿的西装革履 还没等谢力说话 托尼自豪地告诉他 这可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家 正好老板娘这里有家钢琴 希望他能够上台展示一下 在托尼的怂恿下 谢力走上了舞台 一首激情澎湃地开场 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 接着伴奏们也都走上了台 大家一起演奏起黑人专属的曲子 所有人跟着音乐舞动了起来 这一次是谢力整个巡演过程最开心的一次 结束后两人一脸幸福地走出酒店 谢力看了看守表告诉托尼 如果现在就出发 也许还能赶上家里的平安夜 托尼扔掉烟头拦住谢力抬手就是两枪 两个小毛贼吓得赶紧抱头数窜 这操作把谢力吓得不轻 随后两人开车往家里赶 不管是大雨还是大雪 车子一路前行 只是天气越来越差 为了能够在平安夜赶回家 他们依然没有停留 这晚一辆警车又蓝停了他们 本以为是警察又过来找事 没想到警察是来提醒他们有个轮胎没气了 快速换好轮胎后 继续出发上路 此时路上的积雪已经很深 天气预报说前方还可能会有暴风雪 托尼感觉回家肯定无望了 不如就近先找个小旅馆住下 因为此时他已经困得快睁不开眼睛了 最终车子还是顺利地回到了家 是谢力强打着精神开回来的 托尼希望谢力一快到家过平安夜 谢力不清楚托尼的家人会不会欢迎一个黑人 他想了想最终还是拒绝了 一进家门全家人给了托尼热情的欢迎 吃饭的时候 一向爱说话的托尼却变得一场安静 家人们不理解怎么了 还以为是黑人老板欺负了他 此时托尼最担心的是谢力 自己在这里有家人陪伴 他一个人在冷气的房间会怎样呢 就在他思考的功夫 家里的房门响了起来 打开房门时手握香槟的谢力 他显得十分拘束不安 托尼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接着把他介绍给了全家人 这一刻谢力悬着的心中欲放了下来 妻子也给了谢力一个深情的拥抱 绿皮书是由彼得法雷里指导 为过莫腾森和马赛拉阿里主演 上映于2018年的传记电影 一场跨越美国的公布之旅 更是一场跨越种族与肤色 身份与阶层的人性之旅 所有下属都对谢力毕恭毕敬 唯有托尼把他当普通人对待 给他吃炸鸡对他说出真实想法 不把他当成黑人 才是真正不歧视他的表现 另一方面 当谢力受到外人的歧视和侮辱 他始终忍气吞声低声下气 听他演奏的观众可以在餐厅吃饭 而他作为表演者却不可以 正是托尼教会他反击 教会他为自己发声 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在所谓高级的尊贵的场所 受到不平等待遇 反而在低端的卑微的黑人酒吧 获得尊重和支持 现实实在太讽刺 有时候仅靠天才是不够的 唯有勇气才能改变人心 既然他都不考虑你的感受 你又何必照顾他的情绪呢 忍一时得寸进尺 退一步变本加厉 暴力不能让你赢得什么 但懦弱永远都是输家 正面对抗生活的恶意 才能战胜恶意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